为期一年四个月的开封桥改建工程 6月25号完工 二十几年来开封桥因桥面狭小 汽机车征道造成交通意外事故频传 台东县县长黄建廷认为 这一年来封桥改建的等待时间都是值得的 我们今天看到不止桥面加宽了将来更安全 整个的这个周边的设施啊 无障碍的空间啊都把它营造出来了 我相信这对整个台东市区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宁表示 很开心开封桥改建完工 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民众的安全永远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那么希望这条桥现在不仅是人车分道 而且我们也做了无障碍的设施 它其实是一条非常符合现代化的桥 内政部一件署南区工程处处长吴瑞安表达感谢 谢谢在地乡亲支持 这一年多礼造成很多不便 因为第一个遇到的难题就是要封桥 很好这座桥虽然中间历经了蛮多的 这样的一个协调的困难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把它完成 台东市长张国舟说 该桥双方已到缩短 桥梁矿近加大 视野价比以前更加宽广 在我们视野的视野上可以更宽广 在我们开车还是在我们行走上 我相信会更安全更舒适 新的开封桥除了增设慢车道 汽机车分流缩短两侧引道 还增设了无障碍空间 提升了民众的生活品质 附近住户出入更为平安便利 台中所在综合报导